大家好 歡迎收看風水書任務 我是李型 這個講到洋災風水啊 其實 哎呀 發現喔 隨著我們的節目啊 這樣進行的越來越久 觀看的人數越來越多啊 哇 這是對於這個家裡面要裝潢的時候 大家慢慢的有了這個更明確 正確的一個觀念 那可是呢 李型老師發現還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啊 對於洋災風水還是停留在就是說 我只要看上去啊 比方說我家裡面面積夠的話 我做一個玄關 或者是說呢 我找到家裡面坊間 傳統地印說的這個名材 我有做一些布局 那又或者是說呢 我盡可能 我廚房也有門 然後我讓家裡面漂漂亮亮的 那這個洋災風水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常看李型老師節目的都知道啊 李型老師看洋災風水非常注重所謂的系統性 那至少呢 我要經由羅盤定位 要經由這個儀器測量 皮面制圖再搭配上我標定好 現場標定坐項 然後透過完整的一個解說 然後呢 找出來好的方位 跟不好的方位在哪裡 這樣子才能夠算是一個完整的風水布局 那麼今天李型老師帶大家 哇 也算是來到台北市的一個蛋黃區喔 大安區 那今天的業主喔 其實等一下 李型老師會先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那其實業主呢 對於設計美學生活品位 非常非常 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那當然自己本身也會希望 在符合美學的一個前提之下 那我至少在這個風水格局上面 要達到傳統的一個要求 那所以啊 我們的這個業主喔 他不管在名堂啦 或者是名財位啦 然後或是家裡面任何一些細節 其實我相信等一下各位朋友 都能夠看得出來 業主的用心 可是很奇怪 照理來說 這麼漂亮的一個房子 這麼好 這麼用心的一個房子 住進來之後應該是要順風順水 但是呢 業主住進來一段時間之後發現 哎呀 這個不僅呢 身體的健康越來越差 精神狀況也是這樣子慢慢慢慢的走下坡 最讓他頭痛啊 就是說 哎 跟之前的朋友啊 跟之前的合作方啊 包括之前住的家裡面啊 就這樣子不知不覺跟別人有一些是非 甚至 哎 走上了法院 那這些究竟是不是風水的氣場所造成的 來 都會在今天的節目跟大家一起來分享喔 好 所以先幫李卿老師啊 把今天的節目分享出去 好了 那現在 我們先來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今天這位業主家裡面 他在設計美學 還有在格局上面的一個用心 我們都知道 傳統的洋宅山藥啊 叫做門主造 那大門很重要 那當然呢 其實如果說家裡的面積夠的話 如果我們能夠做出一個玄關 那玄關呢 保持得乾淨 整潔 明亮 讓上方有一個燈 讓它盡可能的保持長亮的話 哇 它相當於是家裡面的內明堂 那內明堂 它能夠回風返氣 它能夠聚氣 那照理來說 這裡 哇 應該是一個非常棒的才位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我們的這業主啊 在設計初期 它設計了一個鞋櫃 那這個鞋櫃 就很自然而然的 把我旁邊的這個空間 打造為一個視覺上的內明堂 也就是玄關 而且這個鞋櫃 它設計的巧妙之處呢 就是它同時能夠避免掉 我們坊間刻板印象當中所認知的 開門 建餐桌 那除此之外呢 因為原本啊 有一個房間 它的位置是在這一個區塊 當然呢 我們的業主 它設計了一個隱藏式的門板 那可是呢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鞋櫃 也可以去破解掉傳統 大家坊間所認知的開門 建房門 好 那所以呢 這個玄關 它是一個鞋櫃 它有多種功能 除此之外呢 剛剛講了喔 就是 現代人都習慣在家裡面 想要擺一些開運物啦 風水物啦 那在之前的節目裡面 李欣老師有跟大家介紹一個 哎呀 非常高貴的鑽抱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業主 他在設計的時候 也是看了那一集節目 所以他就是下定決心 家裡面也要放一支鑽抱 為這個鑽抱很特別 也很漂亮 我們請攝影大哥 我們把鏡頭往這邊帶 來 這個鑽抱 你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一個金錢抱的一個樣式 滿滿亮晶晶的 這個非常漂亮的一個金屬光澤 但是他這個鑽抱很特別 跟李欣老師介紹的不一樣 之前介紹的鑽抱 它這個鑽石項鍊 它是戴在脖子上的 那這個鑽抱的鑽石在哪裡呢 在抱嘴巴的下方 在這裡 哇 那更象徵了喔 我這一支金錢抱 我這一支鑽抱 我要咬著鑽石回來給我自己的主人 所以光是這個寓意 包括我視覺的這個景象 哇 就充滿了財氣 除了這樣呢 還夠不夠 當然不夠囉 因為其實啊 很多的朋友只要講到財位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大家約定成熟坊間所說的名財位 那以名財位的一個定義 我相信線上的朋友都很清楚 就是進門斜四十五度角 所以呢 我們的業主在進門斜四十五度角的地方呢 哇 他也盡可能地去擺放一些跟招財有關的物件 不論是這個皮修啦 不論是這個蘋果樹啦 或者是說 欸 擺這個觀自在菩薩 或者是擺一些像是石像自在 這些金光閃閃的 我們講說這個神佛也好 裝飾品也好 風水物也好 那還打了一個燈喔 那就是希望名財位的氣場能夠往上提升 哇 所以講到這邊 其實都已經看得出來 我們業主對於風水啊 對於格局啊 對於裝潢的一個要求 除此之外 在這個餐桌的位置 剛剛好就是家裡面的鐘宮 那鐘宮很重要囉 鐘宮是房子的心臟 所以鐘宮最基本的要求 乾淨 整潔 明亮 那業主把餐桌設置在這裡 這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參桌的上方 有金光閃閃的水晶燈 那這個水晶燈啊 就我們業主的一個習慣 它會盡可能讓它常亮 那也符合了李星老師之前在節目跟大家建議的 如果鐘宮在生活的環境上可以接受的話 你可以準備一盞燈 讓它保持常亮 更何況是一個金光閃閃的這個水晶燈 好 那講完這個 那因為畢竟業主喔 是呃 是女性 那對於女性而言 其實很多在傳統低音上都會認為說 哇 廚房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從鏡頭裡面 你們就可以看到 欸 業主家這個廚房啊 哇 真的是保養的這個一成不染 除此之外呢 在這個門上面 它也做了一個相對可以所謂封閉式的一個廚房 而且它用的是這種小長紅的玻璃 除了說可以確保這個廚房的氣場 它是相對比較能夠被擁抱起來之外呢 它也不會因為家的門而影響這個廚房的採光 好 那介紹完了這麼多之後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很 有一個想法 會說 哇 這麼漂亮的一個房子 喔 對 除此之外 李希老師還要跟大家介紹喔 我剛剛說用心 還用心在什麼地方 來 我們可以看這裡的上方 原本啊 在格局上 上邊啊 就是在中宮的這個位置 它是有一根非常大的樑 直挺挺的這樣子穿過來的 那我相信呢 就非常多的這個朋友 或是說在坊間很多的節目的一個說法 都說 哇 這個叫做穿心樑耶 如果有穿心樑的話呢 那 容易家裡面的人啊 會發生一些遺憾的事情啦 說這個可能會影響家裡面居住人的這個運勢啦 那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風水煞氣 可是呢 我們這業主在設計的時候啊 他有考量到就是把這個樑給包覆起來 給修起來 那所以這個樑看起來它已經被柔化了 它不再是我們傳統刻板印象當中有角 而且有壓迫感的大樑呢 好 所以從這些種種的細節 不論是說從大門一進門的玄關 一直到鑽報 一直到名財位 一直到廚房 甚至到中宮的這個長明燈還有包括這個包 包起來修飾過了一個大樑 照理來說應該住在裡面的人要覺得 哇 很舒服 然後呢生活要很平順 事業要很順利 健康要很平穩 然後這個收入應該要往上提升才對呀 可是很奇怪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 李星老師就有下一個淡數了 我們今天業主出來這個房子沒多久 就開始發現 他在人際關係上面出了很大的一個問題 不論是說跟自己的朋友 甚至是說在之前投資的這個房子 跟以前的這個鄰居 產生了一些矛盾 那這個矛盾甚至嚴重到雙方要對駁公堂 除此之外 在居住在這裡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自己的精氣神 自己的這個所謂的元氣 還有包括呢就是自己身上的財氣 這個元氣一點一點的慢慢漏掉 覺得怎麼睡都睡不飽 那整個氣色非常非常的糟糕 而且呢卸這個財氣的概念 就是說覺得這個錢啊 好像就像一個無底洞一樣 不知不覺錢就是一直花一直花一直花 那到底問題在什麼地方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進入到了 如果說我們從外在的一個環境 我們都覺得沒有問題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需要很認真的去思考 我們在方位上 是不是有什麼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那以業主這個家呢 它的方位 它是坐南朝北 照理來說坐南朝北的話 哇等進入2024年之後 它是down-won的其中一個坐向 而且以大方向來說的話 它一望會望20年 那這樣子應該很好啊 關鍵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我們業主的睡房 還有等一下李欣老師會再次帶大家看到的大門 其實以這個房間的格局喔 從鏡頭上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房間 這裡有一個房間 然後呢 這裡有第二個房間 在我的身後呢 這裡有第三個房間 其實啊就方位的分布而言的話 座南朝北的房子在我左手邊這個房間是最棒的 因為它重疊了文昌位 它也重疊了大財位 簡單的說這個房間叫做名利雙收位 所謂名利雙收位的一個概念啊 就是人只要長時間睡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都在吸收財氣還有文昌的氣場 對於我的事業 投資理財文書債券都會有幫助 那在我右手邊這個房間呢 這個房間是座南朝北的次財位 次財位簡單的說它叫做望契房 住在望契房裡面的人就算沒有工作 就算我只是在家裡面整理簡單的一個家務 我的氣色我的健康 我也能夠維持一個相對高的一個水準 所以如果換作是你 你們會選哪個房間 當然啊不是我左邊就是我右邊啊 可是我們業主偏偏他選的睡的房間 是在我身後的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呢是座南朝北的謝契房 我相信講到謝契方常看李欣老師節目的 都已經不陌生了啦 那以謝契方來說的話呢 長時間如果睡在這個房間裡面啊 就是他會謝我們的人氣 會謝我們的財氣 他也會謝我們的元氣 那可是呢 因為業主長時間坐在這裡 所以他就會有一種感覺奇怪 我睡在這個床上 我明明睡了很久了 六個小時八個小時 甚至有時候假日我睡到十個小時 但我起床之後我總覺得我整個人 好像熬了一整晚的夜一樣 沒有精神 可是呢關鍵在於什麼 關鍵在於林欣老師剛剛也講的喔 因為目前我們的業主 他是有這個官司的問題 我們剛剛在講啊 我們在進行一些這個官司上的 這些工房的時候 氣勢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氣勢好的時候呢 第一個你容易遇到好的法官 好的法官一個概念是什麼 其實我們的業主喔 就我們這樣子交流起來 他其實本身他勝算是非常非常強的 可是他總是會遇到一些法官就是 非常誤解我們業主的意思 或者就是說呢 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會比較偏袒另外一方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業主在講出來話的時候 都覺得非常非常的沒有自信 感覺自己沒有元氣 講話很心虛 好那這些種種的這些狀況 都有可能是透過 我們長時間睡在泄氣方所造成的 那除此之外剛剛也有說囉 那我們業主在健康方面 總覺得睡了那麼久啊 那個精神還有健康一直這樣子 垂直的這樣往下走 也是我們在長期間睡在泄氣方 所造成的這個負面影響 好那麼重點來了 那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怎麼樣來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講最理性客觀的一個方式 我建議我們的業主馬上更換睡覺的房間 好那所以呢 等一下會帶各位去看啊 目前業主睡的這個房間是在哪裡啊 好那第二個步驟呢 因為畢竟也許後續還會有家人 長時間睡在這個空間裡面 那我們能夠做的呢 像之前有跟大家介紹的 我們會在地上啊 佈這個呢叫做北斗七星的地靈陣 佈這個北斗七星地靈陣之後呢 那其實對於我們的謝氣方 他就能夠得到有效的抑制了 好那再來第二點 以這個方位啊 他同時也是2023年的是非位 那只要是不好的位置 我們最怕會有三個狀況 一個大門 第二個睡房 第三個就是頻繁開火的廚房 然後因為我們的業主之前就是長時間睡在這裡 所以自然而然就容易招惹到一些口舌啦 是非啊甚至官司的一個困擾 好了那雖然說我們業主離開了這裡了 可是流年是非位的氣場它還是存在 那還是存在的話 我們是希望就是哎這種不好的氣場 我能夠透過一些風水的正法去把它給壓制住 甚至給宣洩克制掉 那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哎我們在這個是非位這裡呢 李欣老師開光加持了一隻龍龜在這邊 那當然啦從鏡頭上你們只能看到一個 哎龍龜的一個表象 但在龍龜的內部其實它大有乾坤 那在節目裡面就不多跟各位來介紹了喔 好那這個房間那現在變成什麼用途呢 變成我們業主他愛貓的居住空間 所以那因為現在是在錄影階段啦 所以就是比較不好意思喔 要不然平常他們是很幸福 是可以在這個家裡面這個房間裡面自由來活動的 好那講到這邊呢 那我也順便來跟各位朋友來介紹一下喔 其實我們針對這種文書在卷啊 那針對這種官司的問題啊 除了我們要針對是非位 我們去做一些宣洩和化解之外 我們可以透過文昌位來強化 好來強化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進行一些法律攻防的時候 律師啦或是跟法院之間呢 一定會有所謂的書狀 會有狀子的這個往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透過文昌位的一個氣場 欸我們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一個文昌的佈局 比方說像這個 這個空間裡面呢 內部喔 因為透過這個平面圖的一個分解 這一塊它也算是文昌位的範圍 那這就建議囉 我們這個屋主啊 把這個地方給空出來 兩邊呢 加上LED燈的這個光線 然後我在裡面佈上了一個 針對官司文書的文昌正法 那真的有這個正法之後 其實做下去 對於就是法官而言 他在看這些狀子的時候 其實無形之中能夠增加法官 對於你狀子裡面 你想要表達重點的一個印象 那所以啊 之後各位朋友 如果說你們真的自己本身 也有一些這個法律上面的一個困擾 或是現在啊 或是未來啊 有可能會進入這個司法階段的話 家裡面的文昌位 一定要好好的來整理出來 那甚至我們要加強來做佈局了喔 好那這個房間呢 我們空出來了之後呢 那在接下來 就帶各位朋友呢 一起來看 那目前我們業主睡的房間是在哪裡 就是在這邊 也就是家裡面最好的一個方位 就是名利雙收位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喔 好 那其實講到這個名利雙收位 他既然是好的位置 那當然最基本的要求 我們要盡可能的保持乾淨整潔明亮 那保持乾淨整潔明亮之外呢 那如果說我們在顏色上 能夠搭配方位所喜歡的一個氣場的話 那是最好 因為在宗南朝北的名利雙收位 他本來就喜歡綠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囉 那這個業主有刻意喔 在他的床造主上面 多用一些綠色的搭配 然後甚至連這個花紋圖案上 也盡可能用一些草本啦 用一些小碎花啊 至少就這個型上面 是文昌喜歡的 那當然最重要的啦 就是平常 平常的時候這個房間一定要有採光 就算這裡自然採光沒有像前陽台 這麼這麼的好 我們也要盡可能的讓 所剩下來這個光線能夠透進來 那再加如果說再搭配上我們這個沙蓮 如果沙蓮這個顏色也是本身氣場喜歡的話 就能夠藉由外部的這個採光啊 再加上這個顏色的一個能量 把這裡的整體的能量再往上提升了啦 好那自從我們的業主睡來這個房間之後 今天再次跟他來核實一下 調整之後這段時間的這個狀況 那很開心喔 就是業主表示他在睡眠的品質上面 包括自己感覺本身的氣色啊 家人看他自己生活的這個狀況 真的比之前要好的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在事業上面也比以前進行進展的更順利 那當然官司這一塊目前還是停滯的 因為可能是剛過完年的一個關係 還有一段時間這個還沒有來開庭 但是我們一起祝福我們的這個屋主呢 他這個官司後續能夠順利的進展 好的那現在我在來這個地方啊就是 回到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的大門玄關這邊 那我相信其實在這個玄關 大部分的朋友看起來都說沒有問題啊 這個玄關的狀況很好啊 乾淨整潔明亮對不對又打燈然後這裡 這裡一個燈這裡一個燈應該是夠亮了吧 而且旁邊有放了非常多看上去 哇很精細的一些裝飾品 會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在於方位的氣場 這個氣場是我們眼睛看不到的 座南朝北的這個方位裡面啊 剛好在大門這邊 他同時重疊了病符位加血氣方 對 朋友們你們沒有聽錯 又是第二個血氣方 因為以座南朝北 本來就會有兩個血氣方 那以在這個血氣方而言 他又重疊病符位 又重疊血氣方 病符位本身就會對我們人的這個 健康啊有拖累的這個作用 而且呢這個病符門 他又叫做冷退門 退什麼呢 一樣跟血氣方一樣 退人氣 退財氣 退元氣 那當這三個氣都慢慢慢慢的退掉了 其實你在事業的表現上面 工作的效率上面 或者是說像我們侮辱目前面臨的狀況 在跟別人要對駁公堂 要比氣勢的時候 你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你的氣勢會矮別人一截 甚至矮更多截 好那透過這個方位 我們很明確的找出來 哇原來最重要的這個大門 是造成它負面影響最主要的一個元凶 那我們就要對症下藥 好那我們都知道了 其實對於這個病符位而言的話 我們常聽到了可以擺銅呼爐啊 那或者是說呢 除了銅呼爐之外 有沒有特別針對這種又是病符門 又是洩氣門 更有效的這個風水證法呢 當然有囉 那經過評估之後啊 李行老師就在大門的下方 也是同樣的 我們幫業主布了一個所謂的六前證 那這個六前證 在之前劉悅的這個影片當中 有跟大家來提到 那不過呢 跟大家分享的六前證 跟李行老師親自在業主家所布的這個六前證 當然是不一樣的 那布了這個六前證之後呢 那再搭配上 其實我們隱藏在後方 這裡有一個銅呼爐 銅呼爐加上六前證 其實他就能夠針對 既是病符門 又是洩氣門 這兩個不好的氣場 我們得到宣洩 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都化解了 那有了這些做法 我們知道 這個不好的位置 它是造成我們這些負面影響的這個原胸 那我們對症下藥之後呢 這個叫做止蟹 這個叫做挺損 這個叫做先避胸 先化上 那到後來呢 我們再進行所謂的開運 來進行所謂的這個曲級 那開運曲級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 林欣老師現在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哇 好那在接下來我們進來的齁 是我們業主家的第三個房間 那這個位置呢 也是坐南朝北這個房子的次財位 那在節目的一開始有跟大家來介紹了 其實次財位它的原始的名稱叫做所謂的望氣方 望氣方光聽到這三個字就知道人啊 如果長時間睡在這裡 或是人時間常常待在這裡 又或者是我的大門是開在這個方向的話 那其實對於家裡面的人啊 就是說的健康啦 睡眠啦 元氣啊 都會有很好的幫助 所以你看看 我們這個透過羅盤定位 透過這個儀器測量 通過這個工程制度 了解整體房子的這個分布 方位的分布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些氣場 我們光是透過眼睛 根本就找不到 好 那就那麼重點來了 那既然透過這麼嚴謹的一個方式 我們把方位給規劃出來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裡的氣場給帶起來呢 最基本的要求 乾淨整潔明亮 乾淨整潔明亮都做好了之後呢 那在接下來 李星老師很喜歡用一些很自然的一個方法 首先我們以配色而言好了啦 那以配色的話 那其實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就是喜歡有一點點的淺黃色 搭配上一點點的淺綠色 因為這個顏色 每個顏色都有自己各自的一個波長 那有波長它就會有能量 而且這個能量 如果再搭配上一個好的採光面 那這個採光面 外面的這個採光它是白光啊 而且這個光線的能量它是永續的 所以只要天氣好 或者只要是白天 我光線照進來的時候 我這個空間裡面這個顏色的能量 它就能夠散發出來 散發出來 它自然而然就能夠幫助我們這次柴位 或是正確的一個講法 幫助我們的旺氣方的這個氣場啊 一直永續的往上提升 那掌握住這個大環境的氣場之後 如果我們還要再針對性的 我白一些這些風水物的話 我可以發現什麼呢 那比方說李星老師 就在這個次柴位這裡 我安置了一個綠牡丹的聚寶盆 那這綠牡丹的聚寶盆 當然在聚寶盆裡面 我有按部了一些這個奇門鈍甲的正法 那除此之外 所有好的風水物 所有好的氣場 其實都希望旁邊有一盞暖光源的燈 那這個暖光源的燈 它相當於就是我們風水物 和風水正法的充電寶 它相當於是一個電池 一直提供給我們這個風水物啊 有永續的能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業主也在這個 風水物的旁邊呢 放了一個炎燈 那這炎燈呢 就讓它24小時亮著 如此這般我們的這個旺氣方 它就能夠永續的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氣場 那未來只要是家人 不管是任何人 只要長時間住在這裡 對於睡眠啦 健康啦 精神啦 那或者是說如果孩子睡在這邊的話 那對於功課的表現上面 讀書的效率上面 那如果是成人有工作睡在這裡 對於在工作的績效上面 包括投資理財 都要投資啊 不是投機啊 投資理財的績效上面 都會幫助它有正確的一個判斷 好啦那所以啊今天 藉由今天的這個節目啊 哇我們就很清楚的了解到 其實我們要判斷一個房子風水的好壞 除了透過眼睛看得到了之外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們必須要透過相當嚴謹的一個流程 再次強調羅盤定位 平面置圖 儀器測量 最好還要現場再標定出來 就是說每個方位它的範圍是在哪裡 如此這樣子做一個完整有系統的流程 我們才能夠真正了解自己的房子 而不是看A說A 看B說B 到最後你白忙一場就算了 但是你真正的問題沒有解決 就會造成我們家人在後面居住相當大的一個困擾 好啦希望今天風水書任務的節目 對於這個在線上觀看的朋友們呢 你對你的家裡面的一些風水的規劃 有更明確的一個方向和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